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天我跟各位讲过 我说过了 我认为这个大盘 短线它是一个最后的压缩整理 时间 时间这礼拜四或礼拜五 对不对 那昨天啊 昨天我没有来录影 那你每天看我节目的人都知道 其实除了解盘之外 坦白说如果要跟各位聊天 我真的不知道跟各位聊什么 所以我们昨天就放了一个重播 重播的标题在这里 对不对 昨天没来录影嘛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是不是我告诉各位 前天就告诉各位 短线是最后的压缩整理 时间 本周四或礼拜五 空间有限 指数把握最后压缩的慢一点 所以我们第一个阶段 先来跟各位谈指数的部分 下个阶段再来跟各位谈股票的部分 那前天我跟各位讲过嘛 时间就是礼拜四 前天礼拜二 昨天礼拜三 今天礼拜四 当然昨天美股大涨 可是各位投资朋友 昨天美股大涨不是所有的股市都大涨 亚洲股市 除了日本之外 其他都全部都是开高走低 只有我们上涨 除了日本之外 只有我们上涨 那为什么要涨 时间到了 那基本上 这个大盘 我们先从短线的角度来谈 目前为止符合预期 未来将以反步震荡走高的模式 持续上涨 为什么是反步震荡走高的模式 因为长线我跟各位讲过了 基本上 长线我跟各位讲过 目前在走的是这一段 现在连这一段都还没走完 所以时间 时间不会这么快结束 因为今年也剩没几个交易日 一定到明年去的 大概也要几个月的时间 但是你说那是多头吗 我告诉各位不是多头 我已经跟各位讲过 长线是一个空头的格局 只是一个什么 只是它是一个复杂的反弹坡 那复杂的反弹坡 既然是复杂的空头反弹坡 最近很多外资看9500 9600 看9200 通通都有 但是基本上我认为我的看法 这一波 9220不会过 我已经跟各位讲过 9220不会过了 那既然9220不会过 今天收盘在8407点 各位投资朋友 几百点的空间 如果还要加上几个月的时间 是不是不可能每天都大涨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用缓步震荡走高的模式 对不对 所以说未来缓步震荡走高的模式 各位投资朋友 你如何去做 我们先从指数的角度来谈 包含它震荡怎么震荡 我们先来探讨一个问题 前天是不是跟各位讲 你指数要做多两个模式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在震荡的过程 拉回你就要去建立部位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等到修正结束去建立部位 好 那我们刚看过 昨天美国股市上涨 亚洲股市除了日本之外 大多数都开高走低 只有台股例外 对不对 如果说你做指数 只有两种嘛 一种是什么 一种是短线你想做短线当冲嘛 好 那昨天美国股市大涨 今天大盘开高之后震荡 亚洲股市开高走低 我们没有 日本也没有 那开高之后你怎么去做 你要当冲你怎么做 你要怎么样 你要破断你要怎么进场 对不对 第二个是你破断你要怎么进场 对不对 这个就牵扯到什么 牵扯到工具跟看盘技巧 那我相信我跟各位讲过 盘永远都只有两种 盘永远都只有两种 不敢往上往下 一种叫做趋势盘 一种叫做震荡盘整盘 这个叫做上下震荡盘整 开高走高或开低走高 开高走低或开低走高 这个叫做趋势盘 当趋势盘出现的时候 你要怎么做 当震荡盘整盘 你想做短线当冲的时候 你要怎么做 所以我也跟各位讲过 基本上如果是一个震荡盘整 上下震荡盘整 今天就算上下震荡嘛 那各位投资朋友 我相信我每天我 你只要看我节目的 我跟你讲过 同样的东西 我没有跟你换过 这个叫做什么 我们拉近给各位看 震荡盘整指标 对不对 那我跟你讲过 为什么会震荡盘整指标 一个是趋势趋势的做法 一个是震荡盘整的做法 我也跟你讲过 用震荡盘整指标 你就是用五分先做 对不对 那为什么设计一个震荡盘整指标 因为怎么样 去应付震荡盘整嘛 因为盘不会每天开高走高 或开低走高 或开高走低 或开低走低嘛 不会每天出现趋势盘嘛 所以说 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怎么做 来各位同志朋友 以今天来说 美股大涨 亚洲股市 除了日本以外 大多开高走低 我请问你 短线当中你怎么做 你短线当中你怎么做 美股大涨上去追吗 没有 你是我用户 你绝对不会这样子做 好 那我们先来谈 短线当中的部分 那短线当中的部分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过 短线当中你怎么做 就是用这个嘛 对不对 就是用这个嘛 我没有跟你换过 没有 对不对 美股开高走高大涨 亚洲股市开高走低 好 我们台股跟人家不一样 照着指标怎么做 来各位同志朋友 这里 好我们拉近给各位看 大盘在8403 9点25分 对不对 S 卖讯 放空 回补 买进 对不对 放空回补做多 可不可以 多单先卖再买回来 可不可以 可以吧 可以吧 那你要怎么做 随便你嘛 你要当冲尾盘 随便冲都可以吧 对不对 你要当冲尾盘 随便冲都可以嘛 所以是不是短线当冲 你想做短线当冲的 你不会因为昨天美股大涨 一开盘你去追高吧 不会吧 对不对 那你也不会因为怎么样 因为亚洲股市韩国日本 香港大陆全部都开高走低 然后去砍到最低嘛 就这么一趟 放空 回补 或者是怎么样 昨天尾盘买了多单 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是B 这是跌 跌你拉进来看 是不是买进 买进先卖 卖了要不要空随便你 不空的话买回来 可不可以 可以吧 所以基本上 今天大盘短线当冲 你能不能做 可以吧 没有问题 可不可以赚到钱 你自己看嘛 我也没跟你换过嘛 我也没跟你一下子用三分线 一下子用两分线 一下子用五分线 一下子用十分线 我就跟你讲 短线当冲你要怎么做 就是上下震荡盘整嘛 对不对 好 那第二个 波段 你这两天不敢买的 你如何进场 怎么进场 很简单 红色代表多方式进入掌势 对不对 那我说过了 掌势的时候拉回支撑脉 对不对 不是叫你去追高啊 不是叫你去追高 你是我用户 我一样告诉各位 你要买做买进的动作 一样做什么 一样做掌势拉回支撑脉 我在盘中教学的时候 我都有教 那等一下如果有的话 有的话 你还是会看到什么 看到我所谓的什么 所谓的售后服务 盘中教学的即时大盘重点分析 来 第一个 出现了 9点24分 今天是一点高盘 关盘重点在会不会过今天高点 今天开出来没过高嘛 对不对 目前各级数指标皆为多方式 用户可以怎么样 回撤支撑时偏多操作风险会最小 目前先为你五分线指标为观察重点 我是不是告诉各位 怎么去操作 是不是回撤支撑的时候来添多操作 风险最小 这个原理在哪里 就是我刚刚告诉各位嘛 涨势拉回支撑买 不是看到大涨就大买 那大回拉回支撑买的时候怎么样 你的风险怎么样 风险才会最小嘛 好第二通 你看我等一下再给各位看 第二通是11点52分 短线跌破五分线 目前守十分线支撑 基本上目前大盘还是多方式 都看好了 内容记清楚了 先看五分线 各位投资朋友 五分线拉回的支撑在哪里 在这里 对不对 在这里不是叫你去追啊 不是叫你早上开高去追啊 拉回支撑买风险最小 破了你出场嘛 好这是五分线 五分线 五分线支撑破了之后 再来不用担心 来到哪里 来到这个低点的时候 各位投资朋友 来到这个低点 11点40分 大盘是不是最低来到8378 好 这个低点为什么会是8378 不会莫名其妙 来我刚刚是不是有给各位看 目前守十分线 主力要守什么支撑 那是主力的事 你不用管他 那基本上我的支撑就是 一定是主力的支撑 来 这十分线 我们拉自己给你看 11点40分 最低8378 好各位投资朋友 我让你看一下支撑在哪里 你有没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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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大盘 今天最低的位置在哪里 8378 五分线 8378 十分线 11点40分 8378.78 对不对 为什么我的支撑那是支撑 为什么我的支撑是支撑 当大盘跌到这里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来到这里来到支撑 你不知道我也告诉你 来到支撑嘛 所以我请问你 这两天我跟你讲 可以买的时候你不敢买 我请问你 你波段的 你怎么进场 你可不可以找到进场点 我是不是告诉各位 回撤支撑的时候 风险最小 假设这个支撑 没跌破你的风险 跌破你的风险 一点点而已嘛 我请问你 这样支撑 这样做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简单的说 这个大盘 短线 对不对 我告诉各位 第二天再出来了 这你看不到都可以出来了 我是不是告诉各位 目前所十分线支撑 对不对 我问你 你用别家软体 有没有人及时大盘 随班师电话调整 告诉你 没有吧 有没有人告诉你 今天大盘是一点高盘 那至于一点高盘 会有三种走势 哪三种 这里面都有 你自己拿回去看 自己比较滚的看 这个看懂的将来都是你的 现在是我的 你拿回去将来看懂的之后 你都通通是你的 这个是教你如何去打仗 所以简单的说 这个大盘 你有没有发现 当它往上涨的时候 回撤是回撤我的支撑 在修正的时候 往上弹 弹到的是什么 我的压力 来 你觉得这莫名 这不会是莫名其妙 前天是不是我没人 前天是12月几号 前天12月17号 我是不是告诉各位 前天来到这里为什么是短压 有没有 对不 昨天最高来到这里 昨天最高是多少 来我们来看昨天的数字给你看 昨天最高8375 来你看一下 在这里的时候是多少 8373 今天下来回撤 来 你稍微看一下 这多少 你有看到吗 你有没有发现 任何的点位都一定是在我设定的支撑 或者是压力 不管它往上涨或往下跌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你需要担心行情往上或往下吗 你不用担心 因为将来怎么样 将来往下 这一波展完之后 往下跌一定怎么样 一定也是弹到我的压力就下去了 所以我问你 这样子能不能帮助你看盘 所以短线 这个大盘 最多震荡的区间就是在这里 可以拉回不用担心 拉回那个很正常 因为它我刚讲过就是震荡 因为它上面的空间几百一点 所以简单的说 不管未来的行情怎么样 各位投资朋友 我说过如果你要做波段 你跟我做 如果你要做当充 我先讲好我不做当充 你自己怎么样 拿回去看 那用什么指标去做当充 我已经告诉各位了 你要看趋势 趋势有什么价位有支撑 什么价位有压力 你通通看得到 对不对 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 这些收入物 别人通通没有 我们这里通通有 有兴趣的跟我们助理员下巡 等一下回过头来 跟各位谈谈集团股票 休息一下 进下广告马上回来 站住 征服了世界 你更敢拥有一座心中的首席 国王的城包 皇后的花园 林口第一 上海豪宅 世界首席 全新完工 邀民见商 26006688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获得投顾都有期货 股票 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顾得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顾得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顾得投顾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 帮助您拥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顺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舔你的投顾 顾得投顾 民国55年 全台国小美丹约52个学生 当时约20个年轻人 抚养一个老人 民国101年 全台国小平均一般约25人 预计民国111年 约4个年轻人需抚养一个老人 随着社会的变迁 少子女化与高龄化 以影响年金制度发展 谈息下一代 请支持年金制度改革 好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现场 这个阶段来跟各位谈谈几张股票 其实也没什么好谈的啦 一个是验证联发科 12月13 12月16 联发科跌的时候 13在这里 16在这里 我跟你讲过这个还会在涨 跟你讲过这个还会在涨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还会在涨 因为它回撤支撑嘛 对不对 那支撑在哪里 支撑我给你看过了嘛 对不对 所以跟这个道理都一样嘛 回撤完支撑还会在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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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下来也是回撤支撑 所以基本上啊 这个叫做多头趋势不变 因为我讲过它时间还没到 也还没涨完 好 所以整个操作不会很困难 你要什么样的股票电脑选 自己选 我们都写得很清楚 你短线你要怎么做 你波段你要怎么做 我这里都有告诉各位 不然是我们公司教学网站 我也都有教 你拿到 你要自己做拿到软体的 记得跟我们注意的人员索取 这个股票指数怎么做 我通通都有说明 这个我自己做的 再来跟你谈一个类股 现在没有人跟你谈生计了啦 因为生计最近拉回 但是我告诉各位 我先跟你预告 这是上贵的生意指数 生计股将风云再起 这个月快结束了 这个叫做中期修正 这个月它会完成中期修正 后次还会在涨 我只能跟你讲到这里啦 那至于选股 个人有选个人的选股啦 那简单的说 如果你有兴趣的人 请跟上 再来 先跟各位谈一档股票 这我昨天带会员进场去买的 好 那这档股票为什么可以买 各位投资朋友 我们先来谈几个重点 今天12月19号 这个叫做技术面的头肩底形态 这左肩这底部 这右肩 这个头肩底形态完成 完成之后突破 突破之后拉回回撤 这个是过高之后的拉回整理 这个叫做过高后的技术性压回 好我们简单的说 以头肩底形态的最小满足来计算 这个是一个头肩底的形态 最小满足啊 这样子啦 这样子 揉得很像 这样啦 这没错啦 这样啦 就是这样对这样 这样这个叫做最小满足 以头肩底形态的最小满足来计算 我跟你讲这样子最小满足 最小几% 最小35%的空间 有兴趣的跟我做 想自己做的 透过电脑栏体自己去选 好 另外一档 电子 电子少数可以上涨 我说过的这一波电子 它不是主角 少部分会涨 联发科会长 我也告诉各位了 对不对 所以其他电子股啊 你要买你要小心 今天不是所有的股票都大涨 你今天像华尔克就打到跌停板 所以我跟你讲 你要选择绝联子股的时候 你要很小心 它的位阶 相对的位阶 如果位阶很高的 那个都不要碰 太阳能我也跟你讲 不要去碰了 除非你低档有买 没有你就不要去碰 你现在买位阶比较低 底部刚完成 而且还有空间上涨了 就是这个 这个拉回我会带你进场 我们进场完之后 它没有低点 它不是涨停板 但是它会往上涨 另外一档是什么 另外一档是这个 为什么这个可以买 我说过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右脚嘛 这个我是上个月买的 我说既然买在右脚的话 你的风险就一点点嘛 对不对 而且怎么样 中长线出现转折 这个叫低档的转折 这种安全的可以买 你不要去买到高档转折的 那个行情往上涨你都赚不到钱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这个都是 讲完之后上去 这个有拉回我会带你进场 有兴趣的 电子股可以做的 我来挑 以我来看不是很多档 因为有的已经很高了 不适合你进场 我要低档涨了 还会再上去的不多 接下来传产的部分也会涨 生计将风云再起 金融会涨 电子它不是波段主流 你要搞清楚 电子如果是波段主流 各位投资朋友 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 大盘现在在哪里 电子在哪里 金融在哪里 我请问你金融在哪里 大盘在哪里 电子在哪里 电子连8200都还没过 所以它不是波段主流 所以你布局一定是什么 多头马车 但是还是要选对股啊 这个也是QE要退场的嘛 为什么QE会退场 因为它欧美的经济复苏嘛 欧美的经济复苏 少数退场 受惠QE退场的股票 这个也是右脚完成的 基本面叫去年大幅成长 股价地域禁止 这个也是 未来这一波的主流股 简单的说 如果你有兴趣 我通通帮你准备好的 有兴趣意了 不知道怎么做的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业 想自己操作的 很简单 这些该做的 我通通都有帮你做 把东西拿回去 照着做就对了 时间关系讲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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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我好 大家好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顾德投顾 都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路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德投顾 用心用心还是用心 是顾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顾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顾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德投顾 海洋都新 part 2 2625 8880 sweetie woman 德国的这个 Vangard教授 他提出来的说 摇篮到摇篮的一个 经营的模式 其实是利用这样的一个 生态化的概念 也就是说呢 其实呢 我们将来 要让它走入一个所谓的 像生态系统一样 一个循环形的社会的话 很重要的话 就是说的物质呢 它必须能够 回收给循环再利用 宝贝我们的地球 宝贝我的未来 宝贝我们的地球 宝贝我的未来 说的要吃 我都不想洗 那玩意啊 它洗就洗不掉 纸就像在放水楼 后终给它熟了 又是 我又那样的 你还用不着 我当然要按下